北京时间11日中午12点,苏丹爆发军事政变。 发动政变的军队,在第一时间攻占了国家电视台,而后军车将总统府包围。 担任总统职位30年的巴西尔宣告辞职,现任总统职位,并解散内阁。 目前,总统巴西尔,已遭到逮捕。 在军队占领电视台之后,先是播放了爱国音乐,而后军方领导人发表了讲话,宣布将成立军事委员会。 在此过渡时期领导该国,该过渡时期的期限,将长达一年左右。 据悉,自从去年12月以来,苏丹各地就爆发诸多抗议示威, 主要针对该国的经济,以及政治状况。 抗议示威者从一开始的要求面包减价,逐渐转到了要求总统巴西尔下台。 在苏丹各地爆发示威游行后,巴西尔于上周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。 此举立刻使矛盾激化,抗议者开始到苏丹国防部前举行示威。 军事政变时,抗议者正聚集在苏丹首都军方总部请愿,要求推翻总统巴西尔。 据英国卫报报道,在巴西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, 苏丹军方内部也出现了分歧,一派主张拥护巴西尔,另一派主张推翻巴西尔。 且根据现场拍摄到的画面来看,一些军队士兵,已经和示威者站到了一起。 甚至有一部分士兵,在朝自己昔日的战友射击,而原因就是因为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。 目前,军方已在首都街头增加了武力部署。 装甲装置正在调配中,街上看不到任何警察。 首都国际机场也已关闭。 如今,苏丹的局势并不明朗。 苏丹内部的一场大清洗正在进行。 未来的苏丹将何去何从? 是否有其他势力趁火打劫? 军方成立的临时委员会,是否能正确领导苏丹? 皆不可知。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受苦的还是苏丹的老百姓。